大家好分享个消息 2018年 Oli London作为朴志明的狂热粉丝而出名 其他粉丝的狂热顶多是追现场跟行踪 偏近一点的会成为私生犯 而Oli London的狂热则表现出 他想将自己整成第二个朴志明 Oli London第一次见到朴志明是在2013年 当时他正居住在韩国基州岛 在一次聚会上 见到了还没有成为世界级明星的防弹少年团 当看到防弹少年团演出的片段的瞬间 Oli London对朴志明的一见钟情 他坦言对致敏的脸蛋深深的着迷 从那以后 Oli London就成了朴志明的狂热粉丝 他每天都会观看防弹少年团的MV 然后感动的泪流满面 直到他看了防弹少年团Fake Love的MV之后 Oli London下了一个决心 整容成朴志明 Oli London来到韩国去整形外科 进行了鼻子手术 之后的五年里 他花费了16.5万美元 接受了15次整形手术 其中包括双眼皮 鼻子 嘴唇填充 下巴削骨 甚至他还在脸中插入了金属支架 当他要求医生给他做眼睛手术时 医生向他提出了警告 表明他想要把眼睛做成想要的样子 十分危险 甚至可能会失明 但是Oli London完全无视风险 执意要做这个手术 终于他如愿以偿地整成了 他最喜爱的朴志明的样子 于是他将自己和朴志明的合影 上传到了SNS 表示自己现在和朴志明是双胞胎 和朴志明称双胞胎了 在我看来完全不一样 长得很不像 Oli London对朴志明的爱 不仅仅表现于整容这一方面 他还疯狂地收集与朴志明相关的物品 如防弹少年团和朴志明的海报 人形立牌 同款衣服等 甚至他还学习 防弹少年团在欧洲发行单曲 其中一首还与防弹少年团的歌曲 Butterfly同名 去年年初 Oli London在拉斯维加斯 与朴志明的人形立牌举行了婚礼 是够疯狂的吧 跟朴志明的人形立牌举行了婚礼 在美国拉斯维加斯 和Oli London结婚的人形立牌 就是他摆在卧室每日欣赏的那个 婚礼现场 他抱着人形立牌 在结婚证上签字 随后与人形立牌接吻 接受朋友们的祝福 虽然Oli London的行为荒诞又可笑 但是由于他始终没有做出实质性的伤害到 朴志明或妨碍他人的行为 所以大家并没有太过在意 但是最近 他却做了一件疯狂的事 6月18日 Oli London在自己的SNS上上传了用韩国国旗和象征性少数群体的彩虹合成了新国旗的图案并配文 我的新官方国旗是韩国和Nabinary相结合的国旗 Nabinary 意为非二元性别的 既不单纯出于男性或女性的第三性别团体 又称Queer RGBTQ中的Q就是Queer RGBT就是性少数群体的缩写 6月20日 Oli London再次在NS上分享了自己合成的国旗照片 并表示 我的故乡韩国成为你们国家的一部分没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了 6月23日 Oli London又通过SNS表示 如果可以让我成为这个优秀国家的国民 我愿意服兵役两年 为什么不让我成为韩国人呢 对于Oli London的以上言行 韩国网友认为 他破坏了太极旗的形象 你以为整了容就能获得韩国人的认同感吗 虽然韩国是一个很潮流很开放的国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韩国人的认同感就不重要了 他的发言简直具有侮辱性 觉得成为韩国人那么容易吗 这些指责的声音啊 在Oli London看来啊 这是对LGBTQ群体赤裸裸的歧视 大家怎么看呢 这人行为有点疯狂啊 谢谢